我们叔侄俩很久没有平静地聊过天了 不如今晚和好聊聊 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怀念我们一起在军校的日子 我原以为你会是我的副官 二叔是高看了自己还是低看了我 若你真的恨我 想杀我 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鄙视一场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让一个人的心死 那会比杀了他还难受吧 求而不得 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二叔你想不想试试 董大小姐 我跟你说过好几遍了 二爷过几天就成亲了 就算你不想做你的少奶奶 你也别坏了二爷的好事啊 你害得他还不够惨了 为什么他从来都不告诉我 那是因为他怕有人对你不利 你越接近真相就越危险 二爷一直在秘密调查董家灭门的真相 他甚至连自己的生死都不顾了 他上次为了确认杀死董家人的秘密武器 亲自潜入东郊军火库才中的枪 所以 他一直把我强留在身边 逼我杀人 送我匕首 都是为了保护我 你总算是知道了 我想见见二爷 你还想再刺他一刀啊 你不用这样一样怪气地对我 他杀了我全家 就算我杀了他又有什么错 那我问你 你凭什么认定是二爷杀了你的全家 当日我亲眼见他带人闯进东府 当着我的命杀了我的容物 自从我来到独军府 还一次次地折磨我 霸道地占忧我 又一次次地逼我杀人 这些难道都不是事实吗 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跑到这里来 假惺惺地关心他做什么 还是你心里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 只是你不想承认错误 帖子可都让人写好了 二爷和少爷都写好了 咱们房价双喜临门 这下整个江城都要轰动了 礼服也订好了 过几天我们一起试啊 听瑶啊 你最近怎么病厌厌的 也消瘦了不少啊 最近天气热 没什么胃口 那可不行 你很快 就是我们方家的少奶奶了 可得养好身子 早点替我们方家延续香火呀 是 老夫人偏心可不行 我也要替你们方家延续香火呢 二爷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 他因为战事需要闭关 这段时间都不会出房间了 他每天的饭菜我都会给他送过去 他的房间也不用派人去打扫 我会处理好 他速来闭关都去别院 这回不走了 他有事情要在这里处理 嗯 知道了 还有 二爷让我转告你 他下个月会与季家大小姐完婚 请您放心 天忆 当真这么说 是 他已经决定好了 好 董小姐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之前的事 不如就一笔勾销吧 季小姐言重了 您可是我的长辈 天忆 你帮我带上试试 好啊 好看吗 好看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你在婚礼上的样子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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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还要再紧一点啊 我觉得挺合适的 我试完了 竹母可是选了好几套呢 你不再试试呢 不用了 我先去换下来 没事吧 我没事 多谢二爷 走吧 董天忆 你太自私了 我可不是你的万物 董天忆 现在这个男人是我的了 请你离他远一点 走吧 二爷 我相信你 方天忆 我喜欢你 你一定是因为我是十五年前的那个人你才 那就是因为刘副馆说的话 那就是因为刘副馆说的话 都不是因为这些 你不要再猜了 我从很早以前开始 就喜欢你了 一直以来你都说要保护我 所以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我们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那些危险我都不害怕 那些危险我都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就想跟你一起共同承担 我就想跟你一起共同面对 我就想跟你一起共同面对 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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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夹给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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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我才是少奶奶 我才是少奶奶 月儿 你不能夹给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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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大夫开药了吗 开了 开了两副让人熬着呢 我才是少奶奶 两个人好好照顾他 不要让他受苦 知道了 我才是少奶奶 娘 我要去听瑶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她 你也得不到她 就算她心里只有你 一个根本不把她性命 当回事的人 你也不配拥有她 都给我住口 为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当年 我本次要替天忆 向董家小姐提亲 是你娘说 她会客死天忆 我才去说服董家 把听瑶许配给了你 反正从小到大 所有的东西 我都要让给二叔 这一次 我绝对不让 谁要是跟我抢 我就让他死我葬身之地 他当初那样害你 他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取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吗 对待自己的仇人 不要信任 可他不是我的仇人 他是我的亲人 我小的时候很孤独 他是唯一一个陪着我的人 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二爷堂堂一个军人 怎么回回都有一样的招数 我要是有别的招数 你早就跑不了了 听瑶 你的意思是 你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你 二爷 如果你要我信你的话 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相 等时机成熟 你自然会知道答案 听瑶 你怎么办 我向你 你 你只是 你 没有